她在我压力最大的时候 帮助过我很多 当我们在一起之后 她变得越来越自我 做事从来不去考虑我的感受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对待过一个人 我费了很多心思讨好她 可是她什么都不愿意接受 总是说我不理解她 她总以为自己特别爱我 但她对我做的很多事都特别胡闹 我很讨厌她身上的一些缺点 她从没有改变过 我觉得我已经为她付出够多了 她却总是不满意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她觉得我在认真对她好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张写人 27岁来自河北代业 有请小张 有请 贺女士 26岁来自河北实习医生 有请小贺 有请 欢迎两位啊 是初中和高中的同学是吧 对 是同班同学吗 还是一个学校的 同班同学还是前后桌 那时候就是关系不错嘛 他经常给我买东西吃 就出高中的时候就吃人家的东西啊 我那时候是因为这样条件不太好 所以在什么时候两个人就好上的呢 高中毕业之后 他跟他爸去工作了 然后我就读大学嘛 中间其实有一两年没有联系的 大三那一年就回老家 有一次就偶然碰到了 我们就那时候就恢复联系了 我那时候是因为大学的时候过得比较困难 压力也比较大 也经常兼职 那时候也是助学贷款嘛 所以就经常跟他倾诉 他那时候对我就是特别体贴吧 就是耐心地开导我呀 那时候就特别感动 然后时间长了 反正就自然而然在一起了 是初恋吗 是啊 是初恋吗 是啊 你看多波折啊 这不挺好的吗 现在谈了有多久了 咱俩有一年半吧 发生了什么让女生现在开始对男生不满意 男生还也挺抱怨的 说说吧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他又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就一开始对我特别体贴 然后后来特别的自私 然后让我忍受不了 哦 举个例子说好不好 就是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 有一次我过生日 他送了我一条项链 我又是学生嘛 我也没什么收入 那项链我觉得对我来说挺贵重的 我也没什么东西还给他 就我觉得两人在一起是平等的嘛 我不能乱收人家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没收 但是他呢 他转手就把这东西送给人 相亲的一个女孩子了 谁去相亲呢 他 他去相亲 主持人是这样啊 就是说我觉得就我们俩在一起嘛 再说他过生日 我觉得我有必要送他一件礼物 啊 对吧 我觉得这很正常嘛 对 他也有权利不收嘛 但是我们俩谈恋爱 我送他一件礼物 太贵了 不贵啊 就两三千块钱嘛 焦点不在这儿 这怎么后来又相亲又送给别人呢 焦点在这儿 就是我花尽心思挑选了礼物啊 我就觉得他肯定会很高兴的 对对对 但没想到他直接就当面拒绝了啊 本身他生日的我们都应该很高兴 那天饭也没吃成 我们俩还大吵了一枪 然后呢 本身我年龄也大 我爸妈那边一直强迫我去见面嘛 相亲 然后我没办法 我就跟别的女孩相亲 就顺便把那个项链送给他 就看上人家了 没有 我能做出来这件事 完全就是想气他一下 我跟那女孩后来再没联系 我就喜欢他 我跟那女孩的联系什么呀 那你干嘛去相亲送人项链啊 我就想气他一下嘛 不 这事他告诉你的 对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 这太嚣张了 对对对 你爸妈让你去见那女孩 但我还说 对对对 他不能欺骗我呀 那我给你买的礼物 你不收那这礼物就是我的 我想怎么分配它都行啊 那你当时还跟我在一起呢 你就背着我跟别的女孩去相信 我觉得你这点做得太过分了 我那一直想简单地气你一下 再说我后来不跟你 行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觉得这件事他生不生气 反正我挺生气的 他生不生气 你就就你把项链送给那个女孩 他生不生气 我觉得他肯定会生气 会生气是吧 对啊 姑娘生不生气 生气特别生气 好 今天你跟曲总相个亲 来送他一个相吻 反正是生气嘛 那不 行吗 那不 为啥不行 我 不是为啥不行 我就想简单气他一下 对 他也想简单地气你去相个亲 但是我跟那女的后来也没有后续啊 不是 人家也没有后续 那不行啊 这咋不行呢 他小子做事混嘛 然后你还觉得特委屈是吧 对啊 我花心思给他买的生日礼物 他都不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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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给别人呗 就简单气一下 但是我还是喜欢他呀 对对对 直到现在都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对 没有认识的 对 然后后来呢 他会跟我道歉嘛 道歉我一直不理 然后后来他没办法 他就过来找我了 他原来不是跟他爸一起工作吗 他把那工作给辞了 说辞就辞了 然后就过来找我 他说我都是为了你 还不是为了陪伴你 我就把工作给辞了呀 过来就辞了是说你们之前是异地 还是说 他在老家 我在我实习的医院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石家庄 他呢 他在邯郸 从邯郸到了石家庄了 一开始我还挺感动的 感动 他是为了过来找我 但另一方面 我觉得让我挺有压力的 因为我们俩不是刚吵完架吗 我就是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就是 不经常沟通或者怎么着 我就想过去跟他多沟通沟通 没问题当然最好了 有问题我们能及时解决 这样挺好的嘛 是 但是没想到后面 后面是越来越离谱了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说 那你说 他后来来到这儿之后 他说你怎么不陪我呀 你每天就知道工作 要不然你就跟你室友在一起住 我搬过来这儿 我是为了什么呀 老是这样 然后我就过去陪他嘛 他家里边这衣服 袜子什么 就是一堆一堆那样堆着 从来不知道收拾 我一开始过去的时候 去帮他收拾 收拾嘛 那我过去一次帮他收拾一次 过去一次帮他收拾一次 那我总不能一直跟你收拾吧 然后后来 他实在太乱了 我也不去了 他就开始生气 我来这儿就是陪了你 就是为了你 你就不陪我 他说我不爱他 那肯定啊 那刚开始你收拾的时候 不也没说什么吗 那么时间长 你就不能忍受了呢 主持人 你听他说这些 那我就应该跟你收拾一辈子吗 我看别人家情侣也都那样啊 谁家情侣是这样啊 他实在太乱了 没有一点就是自己的生活能力 就是这样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在那里 我夫人很乱是吧 自己开伙吗 叫外卖啊 那外卖盒子 那里面他们都收了 不收 臭袜子 臭衣服 对 家搜了的外卖盒 对对对 那不是我扔垃圾桶里了 不是 你是扔到外面的垃圾桶里 还扔到自己家的垃圾桶里 扔自己家垃圾桶里 那我出门以后再带出去吗 行 听明白了就是 个人卫生状况比较糟糕 是这意思吧 太夫 特别糟糕 行 再往下说 又后来又发现什么了 屋里已经够乱了 后来他要养一条狗 为什么养狗啊 他喜欢狗嘛 对吧 他喜欢狗 我想说我们俩经常吵架 我说买一条狗回来 最近吧 让他下班以后 就能从工作的那个状态中 解脱出来 不挺好的吗 我给他买完狗 他让我帮他收拾狗 我哪会那个 再说我本身就不喜欢狗 我是跟他说狗 但是我当时说的时候 我是这样说 我说他狗多好啊 吃完饭之后 一起散散步 溜溜溜狗就多好啊 他倒好 买了狗之后 狗的卫生没收拾过 就是那狗在屋里拉了 那大便干瓣了 都不清理 那我本身就不喜欢那东西 我去他家的时候一推门 就抽烘的 乌烟瘴气那样 我真的受不了了 你可以收拾吗 你看他现在还这样说 那为什么就是我 你就不能收拾吗 我说了 我就不喜欢那个东西 我就是为了让你开心 我才买了它 那狗现在呢 怎么现在他拿他付费 后来是因为是房东 房东说你把我屋子 当成这样 要不你就搬出去 要不你就收拾干净 他还是不收拾 那我总不能让 没地方住吧 我没办法 我只能把狗零东西 我养着了 哦 我听明白 这小子是想拿狗 把姑娘给骗了 结果姑娘没骗来 狗还被姑娘给骗成 你这懒得可以啊 你太懒了你 还有 花钱特别打扰大脚 因为我 我这样的条件 是属于那种很一般 可能是比较困难的那种家庭 他可能是 比我们家好太多吧 他达到这之后 就乱买东西 像那种平衡车呀 什么扫地机器人啊 他说我买给你呀 买给你做家务 你就不累了呀 就买这些东西 我说这些东西都没用 你就退了吧 他也不退 他说买都买来退什么退呀 他把这种 你买来本身就是想 减轻你的负担啊 我看你每天上班挺辛苦的 让你 对吧 平衡车上班挺好的吧 扫地机器人 帮你减车很多负担啊 这不都挺好的 你天下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不能把屋子 给收拾收拾吗 那你刚开始收拾的时候 不是也没事吗 你这家什么事都没有 你收拾屋子怎么了 我每天 我工作 工作的一天特别累 回去好好帮他收拾屋子 这个屋子的问题 就别再说了吧 居重都受不了了 你看 别说了 你想要那个场地 然后我就说他 我说你天下在家坐着 也不是什么事 我去找个工作吧 对 就去我们医院应聘保安 他应聘保安之后 就每天去找我 我在课室 他每天去课室找我 每天去找我 就我上班时间一来 就非要跟我说两句话 我说我工作呢 不要老师来找我 后来就是闹整个医院 都在传种流言蜚语 传流言蜚语啊 就是刚来实习生 刚来没几天 就要跟一个保安谈恋爱 你这到底来工作 还是来谈恋爱呢 就影响特别不好吧 女医生爱上了男保安 好题材你看 大家都传 这点我不办投 就是我们俩恋情 为啥不能公开 为啥不能让别人知道呢 恋爱本身就是 人家实习生 实习生怎么了 我们俩谈恋爱 谈恋爱别在工作场合谈 那我去他们科室看他 我也有错吗 这不工作时间吗 所以男生的委屈在于 你没有公开恋情 女生的委屈在于说 你别弄得满城风雨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嘛 我说你不要老是这样 就是这样对我的工作 当然很大的困扰 他倒好不做了 工作说都不说 就回去直接做了 又不干了 对 就不干了 那不干是找其他工作 还是就待在家里了呢 就待在家里 啥也不干 我怎么能是什么也没干呢 我还不想着 每周咱们的情侣日呢 每周还有情侣日 说说说说 对啊 我跟你说 人家所谓的情侣日啊 人周一到周五 精心策划五天 说周六 你必须得去跟我约会 约会出门前 你必须得化妆 吃饭前 你必须得拍照 必须发朋友圈 你要不发 你就是不爱我 我就不吃饭 我就绝食 就是我精心准备了这么多天 你不应该尊重一下我吗 兄弟 来一句啊 你再阐述 我这才缓过份来 就是说 你现在的专职工作是 周六情侣日的策划和实施 对吧 目前是这样 你不拿工资 还得贴钱进去 对吧 一直是我在贴钱 就周一到周五 就想怎么干 周六就把这事做成了 对啊 然后他管宣传 朋友圈里发一张海报 你就觉得 就是我现在 我把老家那边工作辞了吗 听懂了 就过来就专门为了陪她了 这个下了血本了 你看周一到周五 下了血本 你问她血本从哪来的呀 血本从哪来的 那我之前工作的那自己 就那点积蓄 你过来都大半年了 早花完了 那她后来的钱从哪来的 那车那是我爸给我买的 以我的名义买的 我想卖就卖了 那我完全有 对这辆车的百分百的支配权 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 再说咱俩谈恋爱 不需要继续支撑吗 你把车卖了 卖了 卖干嘛呢 就当做谈恋爱的启动资金 谈恋爱的启动资金 对啊 那后续资金从哪来呢 车钱用完了 我是这么着主持人 我是做这个 做工程的 就是说我能挣 我有人脉 随时都能去挣这笔钱 就是我不在乎这个钱 我完全可以 目前就把它丢掉 然后 事成之后 我们再回去 接着干就行 事成之后 就我跟她结婚以后 我回去再接着干 随时都能捡起来 听明白了 就说 只要你把它取到手了 对 我随时都能捡起来 挺苦恼 前段时间 跟我求婚 我说就你这样 现在连个工作也没有 这钱还是把车卖了花的钱 我说你就是在啃老 让我给你结婚之后 跟你一起啃老是吗 那我爸的钱不就我的钱 你自己就不能去挣钱吗 你也是两只手啊 那我不是把之前那工程给丢了吗 不是过来专门陪你吗 我要是不爱你 我至于这么做吗 可是我想的不是这些东西啊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为了咱们这份爱情 我损失了多少东西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想要的是什么呀 我每天已经很累了 你这些做的这些所谓的仪式感 我一点都不想要 只会让我更累 我周六日真的 我不想去给你什么 看电影吃大餐 我真的只想睡一个懒觉而已 就是很简单 哪怕就是我起来之后 咱们俩一起做一顿饭 我觉得这都很有意义 你周一到周五 大家什么都不干 你就不知道把屋子收拾收拾吗 我下班回来之后 有一个这样干净的环境 我累的时候 你能给我第一杯热水 这就是我想要的 你做的这些东西 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要 我不是说不干主持 我的观念就是什么 就是说 咱俩可以完全 腾出时间来去 就是更多的相处嘛 然后就是这些 生活中的这些家务什么的 我们可以雇小时工来干嘛 这有什么 你自己有手就找 为什么要雇小时工啊 你自己不挣钱 你花的还是卖车的钱 这事我听明白了 我想问今天姑娘来想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 我就特别的 你也不知道 就是挺纠结的 我也很矛盾 就是我心里边 其实还想让她一开始 对我就特别体贴嘛 就是你觉得这男人是体贴的 但是这个男人 现在的生活态度 或者叫生活方式出了大问题 是这意思吗 对呀 花你很多钱吗 这姑娘 我不在乎 我给她花多少钱 我给你 我没 你给我客观地说 是花了你很多钱吗 就是她接受你 很贵重的礼物吗 还是怎么办 关键是她不接受 我就气在这点啊 这就对了 生活就得这么教育你 兄弟 钱不是万能的 别以为有钱什么都能买 你会觉得其实很奇怪吧 我全心全意地对你好对不对 对啊 我给你送东西 你居然敢不收 对吧 对 我这么上着赶子 对你居然都不拿正眼瞧我 是吧 我那么没有地位吗 是否这感觉 反正现代是这种感觉挺 特挫败啊 对 你就赶紧工作去 不就得了吗 回去工作去 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解决了啦 都解决了 回去正常工作 正常生活嘛 想过吗 想过呀 是啊 但是他还在这啊 你让他在这啊 那我俩得在一起 你看你又舍不得是吧 对 多大了 27 27 我觉得你这27年 唯一一件有眼光的事 就发现了这女朋友 就特别好 就你要说27年一事无成 这个算 你可别把这个丢了 所以我给你先打一个预防针啊 接下来好好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好不好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这场恋爱的 一开始是一个叫报恩式的恋爱 我说的报恩式恋爱不是一件坏事情啊 就两个人爱情的开始来进这个地方 好 他感受到了你对他来好 所以呢 他也愿意和你交往 这都没有问题 你说他后来拒绝你的礼物 我觉得拒绝对啊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一个邪恩求报的人 邪是邪耻的邪 我邪耻我对你的好 所以我必须要得到你对我的回报 你一直在这表明 你看我对你怎么怎么样 你看我是为了你怎么怎么样 你看我是给了你 花了多少心思送你一个礼物 所以你必须要开心 所以你必须要跟我住在一起 所以你必须要对我好 这就叫邪恩求报 这个在感情里面 是不应该存在的 不要再想着 我有人脉 我爹有钱 我有工程 仔细想想 我究竟还有哪些地方 还值得被这个姑娘所爱 未来我究竟还有什么价值 被别人所爱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珊娜老师 你没听说过四个字吗 做吃身空 就你家有再多的金山银山 它总有空的那一天呀 怎么办呢 你就等空的那一天说 我再去挣 我有人脉 有资源 你那个时候的人脉和资源 还认你吗 不要打着我爱你的旗号 逃避生活和工作的艰辛 口口声声说 我为了你 我搬到你那儿 怎么怎么样 去你的城市 那不是你正好轻松了 什么都不干吗 你要真的爱他 他上班那么辛苦 你还忍心回家 让他收拾家呀 你要真的爱他 你为了他 搬到他的城市 你不应该做好一桌子饭菜 等着他回来吗 你口口声说 我对你多好 我对你多好 我给你花钱 你花的是谁的钱呀 那是你爸的钱 你用你爸的钱买他的好 你如果真的爱他 首先你应该懂得他要什么 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你跟他初中高中同学 按说应该很了解他 他现在又是你女朋友 你送他东西他都不收 你不觉得你很失败吗 你以为每一个姑娘 都是看到贵重的礼物 就一定会收下的人吗 不是 你找的这姑娘恰好不是 所以你真的应该 闷心思问一下 你到底了解他吗 你到底是怎么爱他的 你可能送他一个小钥匙链 一块两块钱 但这一块两块 是你通过自己劳动赚来的 他会非常感动地收下 而且会一直带着他 你都不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姑娘 谈什么爱 所以我觉得 他离开你是早晚的事 做好心理准备吧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曲总 你们俩才真真正正地 是那些所谓的什么 三观不合的人 他的目标是什么 你了解吗 你的目标好像倒挺清楚的 我的目标就是跟你在一起 但他的目标不是这个 他的目标是希望你有你的生活 你有你的事业 我来实现我的事业 你不要过来给我增加负担 你自己肯定觉得委屈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种情感绑架 真正要找 一定要找一个 跟自己三观相合的人 才会幸福 否则你不管怎么 努力地去使劲 人会觉得越来越被压抑 懂了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陀老师 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礼物 我觉得那个东西 我还不起 所以你不能欠他的 对 我不能欠他的 你不想欠别人的 你内心是想做一个清白的人 但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你也没那么爱 当一个人害怕 欠别人东西的时候 其实内心是有所戒备的 我觉得你不接受礼物 还有一个原因 你是不是看那个礼物特别反感 是 你反感什么 反感这样 他这样乱花钱的这种态度 对 你是从大一开始就没空 我可以听听说 对 你会让我说 还是在大一开始就没空 这种态度 你应该说 没空 我可以跟中国人 听说 我没 听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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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